大家好 昨天和今天中国国内财经办 有一则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 12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物流集团正式成立 这也是中国以综合物流作为第一主业的新央企 我们来看看全球10大物流公司有哪些 我理解是应该是空运还有陆运的 排名第一 第二的分别就是美国的UPS 还有FeedX 第三的是德国邮政世界网 第四是马士级集团 第五是日本运通公司 第六是莱德系统 第七是TNT 第八是Expeditors International 第九是Panapina 第十是应用物流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顺风速递 已经进入世界前10了 很奇怪竟然没有 但是维基白克上又说它是世界第4 所以这信息比较混乱 但这不是今天重点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 美国物流企业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 10家当中有三家是直属美国的 而其他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美国的盟友公司 我们再看世界最大的海运公司 海洋船只运输 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国际贸易总运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国绝大部分进出口货物 都是通过海洋运输方式运输的 世界10大海运公司分别为 第一是马士基航运 它是丹麦的 第二是地中海航运 瑞士 第三是中国远洋 第四是达飞轮船 是法国的 第五是赫博罗特 是德国的 第六是旺 Ocean Network Express 第八是韩国现代商船 第九是扬明海运 我在这里说一下 你看小小的台湾占了两家 它肯定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它2000多万的人口 如果没有14亿中国大陆的市场 它海运绝对不可能做到有两家 如果没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 台湾这两家海运绝对做不到那么大 好 我们再看第十是以兴航运 不管是从快递 也就是空运 陆运 还是海运物流 中国大陆在国际占比 我们看到了都比较低 虽然近期拜登请求习近平配合演出 搞了一次网上峰会 但从随后一连串动作可以看出 美国不仅没有任何休战的意愿 反而变得变本加厉 在全方位打压中国 当然对美国来说 任何手段都不是问题 所谓新疆种族灭绝 这种栽赃已经老了 最近把彭帅事件也热炒起来 完全政治化 甚至发动西方盟友 共同把事情搞大 昨天美方已经通过拜登官方宣布 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不用任何证据 随便编造一两个理由就可以了 那就是新疆种族灭绝 还有彭帅 可以说为了遏制中国 无所不用其极 美方这么做 当然还有另一层考量 那就是为明天开始的所谓世界民主峰会 摇旗呐喊 何谓民主 何谓独裁 都是由美国定义的 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全世界拉帮接派 搞分裂 搞孤立 所以民主应该是多元的 对吗 而美国的做法却刚刚相反 中国的任何一点进步 都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美国就是不能接受中国 甚至其他国家也不准与中国来往 嘿 小伙伴们 你们看他做的是不是恰好 就是独裁者干的勾当呢 关于民主峰会今天不想深入 因为不是今天主题 那只是个意识形态的笑话而已 那就让109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省去爽吧 看看这帮109个看门狗 能从他们的主子那里拿到什么好处 还是大家都要自带口粮呢 我想说的是灯塔国这几年在做的 不管谁当总统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遏制中国 保住美元 保住世界老大地位 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了 所以美国要拉拢这帮胡鹏狗友 尽可能与中国切割 其实就是尽可能的脱钩 芯片板块早已经进行了 今后台积电的命运堪忧了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估计今后会进入真正的全方位新冷战 形成美中两大阵营 我们可以回头看看过去三年 发生一切 都是用灯塔国和一些看门狗挑起的事端 而中国只是被动的在接招 可是通过西方的舆论导向 硬生生的把中国塑造成 世界上最大的流氓恶观 这个世界真的是TMD讽刺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所谓的民主世界太丑恶了 没有公益 没有廉耻 只有谎言与栽赃 三年前 这个世界好好的 运转完全正常 大家心安无事 全球化几乎让大家都受益 但是自从灯塔国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 然后演变成灯塔国对中国全方位的遏制战 这个世界就变了 供应链断裂 而且又加上疫情让全世界大乱起来 昔日吹捧全球化的灯塔国 现在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逆全球化 于是各国都在另起炉灶 建立自己的供应链 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欧盟等等 都纷纷自己搞芯片 造成资本还有资源极大的浪费 其他产业也以类似的形式发生 可以说灯塔国一己私利 搞逆全球化 你看把全世界搞得鸡飞狗跳 而且各国纷纷在反目成仇的路上 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看看 现在是不是各国之间关系 都因为灯塔国这种下三量的操作 都比以前关系更紧张了呢 大家互抢资源 然后重复上马同样的项目 又造成资源还有资本极大浪费 从而又与所谓的环境保护背道而驰 本来各个国家可以分工协作 这样能够实现规模生产 降低成本以及资源消耗 被灯塔国这么一搞 原来一家工厂就可以了 现在变成要开五六家 而且每一家工厂都产能不足 但都得开工 这难道不是破坏环境的最大柜子手吗 虽然中国竭尽全力要维持全球化 无奈光是中国一国不能力挽狂澜 虽然目前暂时可以违纪 由西方构建的全球秩序 但它正在或快或慢的改变 或者崩塌 所以中国不得不做两手准备 第一 继续与各国提倡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 第一大贸易国 这方面暂时不至于那么危险 但可以发现 以灯塔国为首的这几个西方国家 不管是出于预示形态 还是霸权的目的 都越来越与中国作对 所以中国必须另有作为 这就是第二点 也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部分内容 从过去几年的事情来看 有的国家做事真的可以没有底线 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现在我们千万不要再那么天真了 从节目开始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 在全球物流方面 在空运 陆运方面 灯塔国的势力非常强大 海运方面 中国远洋虽然名列第三 但其他的都可能屈服于灯塔国的淫威 大家想想 假如某天灯塔国真的疯了 突然来一个总统令 中断一切与中国的海陆空运输 封锁全球的要塞 全球的货运几乎一夜之间可以完全中断 那么世界进出口货物也会突然中断 虽然这样的概率很低 但从过去三年的经验来看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在此背景下 由政府出面协调 整合中国各方面资源 而成立的中国物流集团 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这是一家以综合物流为主业的中央企业 中国物流集团 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 一家股权多元化的央企 以原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陈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物流板块为基础整合而成 同步引入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战略投资者 形成紧密战略协同 中国物流集团涵盖 仓储 运输 配送 包装 多市联运 跨境电商 国际贸易 电子商务等综合物流服务 各种业态 致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综合现代物流企业集团 由此可见 中国物流集团其实就是一家 包含物流全部环节的巨无霸企业 即海 陆 空运输全部包括了 至此以中国为中心的物流 全产业链形成了 这样才可以抗衡以及应对未来各种风险 即使到时被某国脱钩 世界贸易不至于突然中断 和平时期 这样一家巨无霸央企 可以在国际物流上获得更多话语权 这应该是中央成立这样一家物流企业的目的 中国物流集团旗下分5个板块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 中国物资处运集团有限公司 环茂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朋友们另外还有传闻称 中国稀土集团也基本尘埃落定 中国稀土集团预计在今年12月底 在江西省挂牌 目前财务合并已经进行差不多了 估计中国稀土集团的成立 是为了统一管理 以及运作中国稀土的生产 加工以及出口 彻底结束以前 国内不同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 杜绝键卖贵金属给别的国家 特别是对那些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国家 现在中国甚至可以以稀土作为制裁武器 专门针对那些栽赃抹黑 以及其他针对中国的敌意行为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 这是非常明智的一步 记得前几年在网上时不时 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实则是公知卖国党 在各种场合鼓吹学习西方私有化国企 以某国为首的国家一直在施压中国 要对中国的国企进行改造 进行私有化 开放给国际投资者 砍掉所谓的财政补贴 大家想想看 如果当初真的那样 可能很多国有资产被贱卖被私有化 很多外国企业他们的背后 都是有他们政府看不见的黑手 被这些外国企业收购了 最后造成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失 但是当时中国私企体量太小 毫无抵抗力 最后被打得溃不成军 变成第二个巴西 变成第二个墨西哥 或者是第二个阿根廷等等 这完全有可能 以前我学的是经济学 当时也觉得一切交给市场是对的 但是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拍醒了我 觉得自己以前是多么的肤浅与幼稚 其实如果我们看看西方特别是灯塔国 是如何补贴自己的企业就知道 西方经济学那套是多么的虚假与忽悠人 你信了他 你的命就是成为人家经济殖民地 人家永远吃肉 你永远喝汤 甚至有时你连汤都没有喝 实体产业及金融产业都如此 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中国政府 在大的方面做的都是极具前瞻性的 比如说货币兑换不开放 金融不开放 否则不知道中国被剪了多少回羊毛了 那个灯塔国就是靠私有化企业 配合不断操纵汇率以及利率 轻而易举割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羊毛 中国一直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它的含义 说实话当时我内心一直在嘲笑政府 它是在骗人 明明是资本主义 不好意思承认 硬要加一个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过现在我终于理解它含义了 这么抽象的东西 我真的花了几十年时间才理解 不知道各位网友 你们是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有极大区别的 它们两者都有市场经济的要素 这也是中国过去40年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市场经济 但在中国资本绝对不可能左右政权 但在选举制国家 资本就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我没有抄任何人作业 全是本人感悟 中国体制的好处是政府可以完全调控 关系到一个国家命运的产业 比如说粮食 能源 交通 通讯 航空航天 军事 金融等等 这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他方面尽量开发 让市场需求来解决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 中国的民生经济活络起来了 另一方面由于集中资金 技术与人力资源 所以可以让中国能够快速完成 在外国看起来很多不可能的任务 比如短短13年 从0到4万公里的高铁网 登陆火星 月球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军事上呈爆炸式的推出新式武器 嘿呀 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 而我们看看某国 他们的计划讨论了几十年 花了天量的资金 竟然一米的高铁都造不出来 然后有的公子们说 人家不造高铁是因为不需要 你看人家航空发达 人人有汽车等等 再比如中国国家电网 有特高压收电技术 而反观某国 还是木头电线杆歪歪扭扭 犹如第三世界 一到刮风下雨下雪 就会停电 很多工资都在说 中国政府及企业在割韭菜 那是不是别人都不割韭菜呢 对割韭菜我还有一个例子 大家一定知道信用卡 以及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PayPal 对吧 背后都是某大国的公司 他们几乎可以在全世界割韭菜 每一笔交易都割一把韭菜 几十亿人 每天可以割几十亿把韭菜 比如PayPal 这也是特斯拉老板当年创立的 不得不说这个人很聪明 我在德国也用也不得不用PayPal 在美洲还有其他国家地区都一样 每一笔交易 PayPal都收比如说3.9%固定的费用 另外还要按你交易的金额 收一定的佣金 所以最后全部算起来 可能PayPal 每笔交易收你的费用 估计到了5%左右 5个点 他什么都不做 一秒钟之内就拿走了5个点 也就是割了5%的羊毛 大家知道不 很多产业 可能连毛利都不到5% 但是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被灯塔国的这金融公司 把它割走了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在巴西有一家工厂的小老板 他辛辛苦苦 雇人给他打工 排出二氧化碳 工人们一天工作10小时 血汗工厂 生产某种东西 赚的毛利是6% 然后有人从他那里进货 用PayPal来支付给这家工厂的老板 可是一下子就被扣走了5%的手续费 而另一边人家从老板的工人 辛辛苦苦累死累活 赚那么一点点利润 而PayPal一秒钟之内 就剪走了大部分羊毛 这就是剪羊毛的实际的例子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 这就是某大国说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就是 大国在金字塔的最顶端 还有西欧这些国家在下一层 像墨西哥 中南美洲 非洲 中东等等国家 统统在金字塔的最下层 最底层 他们永远是被割韭菜的命 而中国很可能是唯一例外 当然中国有支付宝 微信他们也可以割羊毛 但是有政府在那里看着 所以支付宝和微信都不敢太过于放肆 不敢说得像西方国家 那些金融机构那么黑 试想一下 如果中国政府是个弱政府 中国这些资本是不是早已为所欲为 甚至收买政客了 这绝对是肯定的 有人说中国也在割韭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错 因为哪个政府都需要税收来支撑 税收就是割韭菜 对吧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割韭菜的政府和企业 但是中国割的韭菜 很多可能用于搞名声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高铁 还有覆盖全国的4G 以及正在开展的5G网络 有94%的居民光鲜入户 还有遍布全中国的一两块钱的公交车 这个网络 所有这些都是靠割韭菜的钱来支撑的 但是同样是割韭菜 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既没有高铁 也没有覆盖全国的4G网络 也没有光鲜 没有完善的公交 还有交通系统 也没有好的治安 没有丰富的食物供给等等 为什么 因为这韭菜被少数几个人割掉了 这些韭菜没有进入国家的口袋 说到丰富的食物供给 大家不要被你们所在国家的丰富的食物 所迷惑 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 食物供给的多样性 还有性价比都赶不上中国 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 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是少数资本大家能减羊毛的体制 但是中国的发展壮大 越来越让资本代言人的西方政客 感受到了威胁 因为他们后面垂帘听证的资本大佬 感受到了威胁 担心自己再不好剪羊毛了 于是才通过资本操纵的媒体栽赃抹黑中国 现在的政府还有体制 他们怕自己的韭菜觉醒 怕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们怕自己制定的规则被打破 所以某大国一再强调 中国必须在基于现有的所谓国际秩序 国际规则下与西方共存 如果中国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必定会打破这种规则 以及塑造新的秩序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目前的情势 如果西方的资本变得疯狂 为了违继割韭菜的现有规则 某个时间点 通过西方资本支持的军事力量 与中国的某种热战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这就是以灯塔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国家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个国家在搞事 我们可以看到对吧 就是那几个国家 这就是与灯塔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国家 一直与中国作对的正正原因 他们后面就是垂帘听着的资本大佬慈禧太后 记得以前我说过 其实西方很多方面非常弱智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不懂的兵法 比如当价的情形是 这个世界是美中俄三股势力 三强鼎立对吧 俄罗斯军队还算强的 所以勉强排得上老三 从兵法上来看 对老大来说 最有胜算的是拉拢老三 不是小三 来对付老二 这样一加一大于二 可是现在吊诡的是 老大同时与老二老三开火 逼着老二老三 他们两个人强强联合 所以变成了老二老三 一加一大于二 可以说是西方 硬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 给了中国稳定的能源供应 有了稳定的能源 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发展 中国的工艺还有经济 大家看 是不是西方的弱智 间接帮助了中国的崛起呢 前面提到成立了中国物流集团 这样一条不太起眼的新闻 硬是被嗅觉灵敏的 德国焦点杂志发现了 今天德国焦点杂志 在网络版进行了报道 报道的题目为 供应链中断 港口大堵塞 中国建立物流帝国 以拯救世界贸易 该报道说 在世界各地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 供应链被中断 或者像开车一样只挂一档 中国现在想通过成立一个 巨大的物流集团 来解决全球供应链问题 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消费者 不得不等待他们的货物 因为全球供应链 由于新冠代流行 并而陷入停滞状态 在任何地方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被堵塞 滞留在港口 或者甚至从未离开仓库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中国这个工业大国 现在已经成立了一家名为 中国物流集团的国有物流集团 该集团将通过发展国际贸易联系 和货运服务等方式 来组织全球供应链 中国将通过巨型物流集团 解决供应链问题 新集团是由中国铁路物资集团 中国物资处运集团 华茂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中国物流和中国包装总公司 5家公司合并而成的 其他的部分与中国方面报道一样 所以就不翻译了 这类财经类新闻一般关注度都不高 我们看少数几位读者的评论 比如说这位读者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正在全力以赴的进行 其他所有国家都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并宣布存在供应瓶颈 无能为力 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 但我们不应该与这个国家为题 没有中国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在未来不会改变 他们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另一位说 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在睡觉 如果德国新政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 昏昏欲睡 那么李平德国之事解读 他肯定是想说习近平 因为很多西方人记不住中国人的名字 就像我们很多人很难记住西方人的名字一样 那么习近平通过世界对中国的依赖 来实现对全球的统治就会很容易 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战争 太棒了 西方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继续扩大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 越来越多的将自己置于中国供应商的手中之后 中国现在要扩大其运输渠道 这是再夸张不过了 中国早已开启了贸易战 只有那些容易受骗的人 仍然相信中国的和平意图 中国因为一例新冠感染 就关闭了世界第三大货物港口 这真的是因为新冠吗 如果是真的话 德国岂不是要全部关闭了 我们不应该相信中国这样做 不是为了自己利益 你可以向中国人学习什么叫战略 这对德国政治人物来说 基本上是陌生的 无论你喜不喜欢 这样才能做成一些事 可是我们承担了拯救世界气候的任务 这也是一件好事 德国焦点杂志的报道 还有读者评论都很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是头脑清醒的人 对他们的政府也充满了抱怨 但又无能为力 这可是他们自己选出了政府 所以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号称最好的制度 却产生了如此多 而且看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选举制国家的人 总是对前途倾向于悲观 这是西方民调机构得出的结论 疫情之前 大多数选举制国家 特别是所谓的成熟国家 他们的民众大多数是悲观的 而对未来最乐观的 恰恰是他们一直批评的 那个没有自由度的中国 这才是吊诡之处 他们找不到答案后 最喜欢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 嘿 中国人被洗脑了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看到中国成立两家 超级巨无霸央伤企 中国物流集团 以及中国稀土集团的新闻后 发表一些本人感想 我没有必要拍任何马屁 但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 我觉得政府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 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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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